老铁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几款钓鱼小药的添加剂 首先呢是我们的药酒 药酒的功效啊 它在水下的穿透力是极强的 能够迅速的把我们的耳料卫形 加大扩散面积 能够使圆点的鱼迅速的进味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款主攻青鱼的 青鱼鱼 青鱼鱼啊里面还有田螺的精华提取素 无论是在黑坑还是在水库 对青鱼都有极强的诱惑力 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款 针对于黑坑鲤鱼的鼠香 鼠香的味型呢也是非常独特的 它对黑坑的鲤鱼呢有极强的效果 鼠香的味道呢也是黑坑鲤鱼的最爱 下面呢这款是我们的果酸蜜 果酸蜜针对于黑坑的鲤鱼 鲤鱼水库的草鱼效果都尤为显著 尤其在天热的情况下 它能促使鱼快速救饵 还有我们这款低温促食啊 顾名思义就是在天气温度低 水温凉的时候去使用 无论在黑坑的鲤鱼鲤鲤鱼 水库的草鱼鲤鲤鱼鲤鱼都很好用 它里面含有呢残涌和鲜虾高蛋白的提取物 使鱼呢快速的救饵 刺激它开口 还有我们的千里香 千里香呢是针对我们黑坑水库 鲤鱼专门研发的一款 还有我们的复合箱 在我们做掉混氧糖 鲤鱼鲤鱼鱼混氧糖的时候 我们去使用的一款 好 接下来给大家讲一讲我们的小药使用方法 无论我们在水库还是在黑坑 我们主攻青鱼的话 我们比如500克的玉米 或者是40粒到50粒的螺丝 我们选用的药酒 还有我们的青鱼釉 药酒呢 我们这个盖子啊 倒四盖 然后我们的青鱼釉呢 喷7到8下 充分搅拌均匀即可 青鱼呢 它俩是组合 好 那我们想在黑坑主攻鲤鱼 那如何添加呢 那我们的药酒 我们的鼠香 天气凉 我们的低温促食 这三款 比如同样500克耳料 我们的药酒 刺盖 我们的鼠香呢 喷7次 我们的低温促食呢 也是7次到8次 它们三个针对于黑坑的鲤鱼 天气凉的时候使用 那么气温高 天气热 我们可以搭配我们的果酸 也就是说 我们的药酒 鼠香和果酸 药酒 鼠香 果酸 天气热 我们来主攻鲤鱼 用法呢 同样500克的耳料 药酒呢 三盖到四盖 我们的鼠香呢 喷7次到8次 我们的果酸呢 喷5次即可 这是在我们做掉黑坑 鲤鱼天气热的时候 一款组合 那么我们在这个黑坑主攻 鲤鱼的一款添加呢 可以使用我们的千里香 配药酒即可 如果说我们掉的是混氧糖 可以添加药酒 我们的千里香 我们的复合香 这一款呢 是我们做掉黑坑 我们的混氧糖的一款组合 药酒呢 同样500克耳料 添加四盖 我们的千里香呢 喷7次 我们的复合香呢 喷7次到8次都可以 这是一款在我们黑坑 做掉鲤鱼或者鲤鱼 混氧糖的一款组合 以上呢 这些小药添加呢 都是经过纯粒多年的油调 验证 是非常好用的 感谢家人们老铁们 对春天的支持与关爱 对春天的支持与关爱